10月18号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当晚的开幕式 利用世界最新技术 以当代中国军人 回溯中华民族古代军事历史 军事文化为主线 展示了中国波澜壮桂的历史 和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深厚底蕴 以及对世界军事的影响与贡献 反映指鸽为伍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传递中华儿女自古追求和平的愿望 对于整个开幕式的制作 我觉得非常完美 运用了我们科技的力量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协作 能够将我们中华文明原人流长的文明 展现在我们全世界 记忆的就是亲民上河图 像中国文化历史那一段非常神奇 然后那个舞台还出现那个黄河啊水啊什么的 变化莫测的很吸引人啊 特别的高科技 在近两个小时的文艺表演结束后 举行了场内火炬传递和点火仪式 曾担任过中国奥运代表团起手的 中国八一男男名将高级教练刘玉洞 点燃位于武汉体育中心内的烛火巨塔 军运会圣火雄雄燃起 世界军人运动会被誉为军人奥运会 本届军运会共设置27个大象 329个小象 共有109个国家 9308名军人报名参加 赛会规模为历届最大 各国普遍派出强大参赛阵容 获得过奥运会 世锦赛世界杯比赛冠军的运动员有67人 竞争将十分激烈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